当年演出的时候 在比如小的教堂 和小的音乐厅演奏的时候 弦是阳长的 弦是没有金属 对琴的面板的压力不大 很小 现在是硕大的音乐厅 上千人的音乐厅 所以调整东西以后 面板的厚度 音柱还有琴脖子 这个地方的高度 阳脚 琴脚 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但是有一点 这大小的尺寸 我跟你说 这个琴 基本差不多 看几百年前的贝斯 大小也就是这么大 甚至还有更大的 标准的琴 高度大概一米八左右 厚度二十多公分 二十斤到三十斤 很多年前 有一个法国人 发明了一个琴 它就是为了携带方便 就是这个琴头 这个地方弄成金属的 它总是拧拧 琴头可以把它折叠过来 装在一个盒子里 一滴了 像一个高尔夫球的那样 但是它体积这没办法 所以你要长时间 这么背着它也是够瘦的 这是我们这个国内巡演 集装箱和出国 和这种航运的时候 用这种 它是一个整个方形的脖子 这样扣住 旁边是放一些零碎的 有时候放演出符 或者什么的 市里面演出的时候 用的这种琴形的箱子 你看它这个琴形的箱子 厚度呢 重量好像比那个箱子还要厚 它重量没那么重 很轻 适合于这种搬运 这边都有两边保护 这是锁住这儿 然后呢 第一条安全带在这儿 第二条安全带在这儿 前后左右都有防护的东西 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个人 台链厅啊 家呀 录音棚啊 音乐厅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 这么大 它怎么得扛啊 它得有一个套 背着这个套 还在底下按一个轱辱 一个轱辱的 还有两个轱辱的 两个轱辱呢 是把这个琴夹起来 从前面到后边夹起来 然后侧着 这样就走 所以我们就是套一个套 把它装进车里面 比如说微型车 你们信不信我能放进去 如果一把不行的话 我们就来两把 套套的人经常会忽略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 人家把公子啊 放在这个琴弦那个纸板上 别的 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还是放在这个琴套的 这个里面 有个专门放公子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通常是 自己家里面都会有一个琴套 这样还是会方便一些 琴头朝礼刻着放 大家记住了 马子朝拜 也就是说两把琴 背板对背板 装琴的时候 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保护这个马子 这个角度得慢慢的倒到 通常我们都会在这儿 检查一下这个马子 是不是被割到了 因为这个琴比较脆弱的地方 就是马子 然后OK 没问题 琴装好了 人怎么办呢 人也一个更好的方法 就像飞机驾驶员一样 我们这样进去 可能得需要点侧身 然后呢 先进去 然后可能把这琴套抬一下 抬一下 我们这就进去了 然后把门这样带上 舒服 非常舒服 太好了 副驾驶坐上一个人 两把琴 然后呢 也不影响视线 然后还有一个 驾驶员坐在这地方 很富裕 你是怎么着 还想放一把琴 你看这车小归小 你看这来 对吧 看来这小的琴还能多放几把 我觉得还能放个五六七八把 旁边侧面 真的是可以 好好好 就这么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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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